MING PAO TORONTO 各位朋友大家好 號稱現在來到的是德國紐柏丁賽道 這個大名鼎鼎的賽道 那試駕的是全新的KIA Stinger四門轎跑車 你說KIA要在紐柏丁賽道裡面來賽車 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也代表原廠對於這台車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它把它的理想的對手 設定是在BMW四系列的Grand Coupe 或者是奧迪A5 Sportback這樣子的一個車型 當然在品牌定位上 KIA跟Audi跟BMW還是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不過這代表他們的企圖心 他們想要打造一台全新的四門豪華GT跑車 所以他們邀請了全球媒體來到紐柏丁 體驗它的魅力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它整個表現究竟如何 那因為這次的時間有點長處 那所以號稱就是盡量的把Stinger這台車的特色 讓大家來了解 那據國內總代理表示呢 這台Stinger未來也有可能會在台灣上市 那預估會是在明年的第二季左右 而且聽說在年底車展 這台車就會來到台灣跟大家見面 我們試駕這台Stinger真的是讓人驚豔 它採用的是3.3升V6的雙渦輪增壓引擎 有最大馬力370匹 而且扭力有52公斤米這麼多 那原廠表示它的0到100加速 可以在4.9秒完成 那其實這個表現真的已經不輸 現在當代歐系的主流四門轎跑車 那我現在邊開邊跟大家解說一下 這台車因為它是頂規的規格 所以它配有主動懸吊系統 它有五種模式 可以選擇 那我剛剛從Comfort開一小段之後 切換到Sport模式 發現它的底盤貼地性非常好 因為它前面採用的是麥花城的懸吊 後面是五連桿 像我剛剛在100 時速大概100過這個彎 而且它是有高低起伏的 它整個底盤貼地性 真的不輸歐系車種 那事實上它本來就是在歐洲誕生 幾乎就是一款歐洲車 好像剛剛過那個彎它的懸吊 非常的有韌性 而且支撐性非常好 然後我現在來到這一個是 水泥鋪面 這個我想大家有在玩遊戲的話 應該常常遇到這個鋪面 左右的摩擦力是不一樣的 剛剛Stinger它底盤的彈跳感 意識的非常好 而且它是有Q度有韌性的 好像我剛剛自主 用手排模式自主退檔 它的換檔的反應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當然它一定比不上 所謂的雙離合器系統 但是它的自主性已經很高了 而且感覺已經非常成熟了 有沒有看到 整個底盤的容許度非常好 我覺得它開起來非常棒 如果今天我矇著眼睛 不要去看KIA這個Logo 方向盤KIA這個Logo 你說它是一台BMW 我可能也會相信 它已經非常接近BMW底盤調校的實力 那事實上 KIA它也的確延懶了 來自BMW M的工程師 來為這個底盤做調校 而且是在紐柏林賽道上 進行的一萬公里的長期測試 所以它們在這台車上面非常的用心 我現在越開啊 其實越來越興奮啊 因為沒想到KIA 有朝一日也能夠 然後到紐柏林賽道 把他們的車子做到這樣子的水準 而且它前面53後面47的配重 其實整個動態的Balance非常的好 好我現在來到大直線喔 我來看看它的加速表現 好136mi 它的穩定性還是非常好 但是風氣的聲音已經開始有點大了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畢竟你很少開到200公里了啦